我今天早上在想,神是多么喜悦我们进入他彰显的同在 我们邀请他进到我们所在的地方,聆听他 我们的心和思想愿意听,并且去做说他一切所要求的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耶稣是主,这是最重要的,而他看我们的心 我们将我们的爱与他分享 他也将他的爱分享给我们 但我们需要听他的回应 与他同行,聆听他 在一天里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停留在他的同在中 我们的一天从听耶稣说我爱你开始 我们结束一天在睡前问耶稣说你喜悦吗 我们的心应该是神的安息之所 纯洁的心并且敬畏神 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敬畏神 爱他所爱,恨他所恨 当你与他同行,与他对话 你就会自然去爱他所爱,恨他所恨 恨物罪恶就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有没有邀请他参与我们所听的,所看的 这是生活的方式 他对他的家的渴望是爱,纯净和合一 专注在神的身上 当我们与他在桌前同坐时,我有这个图画 不是跟他争论他所说的,而是问他 你说了什么,并且邀请他在我们一切对话当中 他非常喜爱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祷告你属灵的眼睛和耳朵会向前所未有的打开 你会与他同行,与他对话,聆听他 并且邀请他在你一切所从事的活动当中 不管是洗碗,为家人预备晚餐,照顾小孩 不论你做什么,他都很喜爱参与 但是他需要被邀请 祝福你